所以這就是我所謂的權利第二個面向 我們透過制度的設計 而這個制度其實是很偏差的制度 區段徵收就是一個 我們透過議程的設定 什麼議程的設定 我剛剛給各位報告的2月6號 議程的設定只能談工程技術的問題 不能談土地徵收必備要件 這就是一個議程的設定 又如同我在台南 我去參加他們的 都市計劃的陳情會議 陳情的會議就如同這禮拜一禮拜二 在桃園發生的一模一樣 我的陳情的號碼是100號 我特別把那100號我一定帶回來 我把它貼在我辦公室的門口 時刻要提醒我自己 就好像醫生看病 一個一個被叫進去 一個一個被叫進去 你知道嗎 我們在東邊的禮堂 在台南市 然後呢 都委會是在西邊的那一邊的會議室 沿途被叫進去 沿途都是警察 然後進去之後 主席也是我認識的人 跟我講你有三分鐘時間 但是因為你是教授 我都給你兩分鐘 所以我有五分鐘時間 講完五分鐘之後 主席就講 許老師謝謝你 你可以回去了 沒有任何的回答 針對我的問題 沒有任何的回答 沒有任何的回應 我們只是去那邊表達我們的心聲 説問各位 這樣叫做溝通對話嗎 我們有做到溝通對話嗎 我也聽不到前面99號 到底在講一些什麼 我100號講完之後我就走了 禮拜一禮拜二在桃園 又何嘗不是如此 可以這麼做嗎 説問在場的朋友 我們可以這麼做嗎 尤其是709號解釋我們出來之後 我們竟然還是用這種 陳情請略的方式 在聆聽民意 那是人家的土地 那是人家的地 結果我們這樣子 在傾施人家 這個我要跟各位講 所以議程的設定 這個都是議程 我不知道各位聽得懂嗎 應該知道 這都是議程的設定 一個一個交進去 100號 我那個100號 我貼在胸門 貼在我的胸前 0號碼牌 一去也要0號碼牌 這是我們現在 我們的都委會公共利益的 決定的模式 是0號碼牌 各位覺得這樣適當 第三個 有權力的人更高一段 他會創造一些意識形態跟迷思 比如說 專家 對不對 都專家決定了 專家寫的文章 你看得懂嗎 你看不懂對不對 人家專家啊 我們常常一般老百姓一聽到這個 嘴巴就閉起來 我會覺得很可憐 我們專家真的懂那麼多嗎 人家也常常叫我專家 但是我都覺得 我都心都滿虛的 我真的不懂那麼多啊 其實以前一個諾貝爾人的一個得主就跟我們講 每個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理性 英文叫做Bounded Regionality 你在讀這麼多書 你還是有限的理性 人民真正居住在那兒 他的生活經驗也是很重要的知識 各位知道嗎 我的衝擊很大 就相思聊那個案子 我在區委會 各位知道 區委會 那個 他營建廚的五樓啊 各位知道 現在相思聊 那個村莊 那個阿嬤 阿蘭姨啊 阿蘭姨站起來 他怎麼說 你知道嗎 我說第一 他想煩惱的是煩惱什麼 你知道嗎 說 我要情緒 說十二歲就要去房子 要去疼 我十二歲之後 我公媽要請你帶 各位聽到懂嗎 他最關心的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婦人 他最關心的是什麼 他的祖先牌匯要拿去拿 這給我很大的衝擊 那我們一般的博士 像我 我們這個博士 我們會想到這種問題嗎 我們不會 不會 但是對於當地的民眾而言 他最關切的 往往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 所以以前我在美國 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一個都市計畫界的 大師級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 John Friedman 他在很重要的期間上寫文章 他提醒我們 學都市計畫 一定要謙卑在謙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擁有的知識 只是有限的知識 他說 他說 縱然我們 是非常的 再有經驗的故事規劃者 我們所知道的 也僅僅只是一部分 他用這樣 這樣的話 不斷的在提醒 我們在學故事計畫的 一個後進的 一些年輕人 我們所擁有的知識 我們擁有的理性 其實都是有限 所以有人 就是專家 有人把他 虐稱 犀牲叫什麼 他說專門在害人家 我們真的 都要 真的要小心 我們這些委員會的委員 你做的決定 會影響到人家一輩子 真的 真的是這樣 再來我們創造出一些 什麼樣的迷思 所謂的進步 什麼叫做發展 我們往往說什麼 地價會上升 那就是進步 那就是發展 GDP會提高 那就是進步 就是發展 就業力會增加 那也就是發展 那就是進步 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們是不是長期被教化 我不用教育 我長期被教化 被洗腦 我們接受了這種發展 的一種概念 這是權力的三個面向 所以在權力的第三面向 跟權力的第二面向 的運作之下 我們很多土地的意涵 被扭曲 被展化 尤其是被排除在外 尤其是第二個 更重要的是第三個 我們被排除在外 在我們做土地政策的決策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些第二個跟第三個 重要的意涵 被排除在外 你只能從 你家一瓶多少錢 來看待你自己的土地 有沒有 我們現在都是從 一瓶多少錢看待你 我在看都市計畫的書 不管是新北市 或是台南市 我看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書 裡面怎麼看待 對待 比如說在台南 那407戶機要被拆遷了 它只有一面 或者交通部的目的 新辦事業計畫 一面 裡面怎麼講 它現在的公告限時多少錢 以後我們的補償多少錢 拆遷 第三部拆遷多少錢 只有一面 就這樣 各位 我們現在純粹從這個經濟的觀點 純粹從成本效益的觀點 來看待人家的財產 真的 我今天是沒有把那都市計畫書拿來 麻煩各位 你回去可以看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裡面 多於那些土地被徵收戶 它是怎麼來描寫 只有從地界 土地公告限制 來看待它的土地的價值 我問各位這樣可以嗎 土地的價值 只有用地價的觀點來可以詮釋 所以我們長期以來 把我們的問題 都把它變成很多的社會問題 我們都把它變成只是金錢的問題 我們把它 把問題把它扭曲 把它轉化 土地徵收的問題 應該是一個基本人權保障的課題 但是經過我們這樣的一個轉化 對土地的意涵 的一個扭曲 我們把土地把它扭曲 變成只是一平多少錢的一個金錢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可以常常 往往從地價補償的一個觀點 來看待我們的土地被徵 這是我這張12 要跟各位所分享 但是 因此在這邊要跟各位來談談 我目前土地徵重 我們目前土地徵重 我目前土地徵重